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艾莉的频道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稍稍敏感言的话题 其呢是因为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 帖子的主题是请停止炫耀你们那些外国婆婆 后来呢就隐藏了我的思考 我就想说难道真的外国就没有婆媳关系吗 外国都是好婆婆吗 所以今天我非常想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说就是 我这两周没有更新是因为我一直身体不太好 一直在生病 所以其实今天录视频我是稍微有点有气无力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我这期视频声音比较小 或者说就是感觉有一点非常病厌厌的状态的话 请大家原谅 那么首先呢我想跟大家澄清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平常普通意义上说的这个国外 其实它的含义是非常广的 因为我们这个国外的意思就是说 除了中国外面的所有国家都是国外 所以你仔细想想的话 在离我们比较近的日本韩国这些亚洲国家他们是国外 然后欧洲呢欧洲美国澳洲他们是国外 非洲也是国外 印度也是国外 所有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它全部都是国外 而这些国家呢 他们全部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 以及生活环境 所以造就的每个国家的这些意识形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我们就是对于这些东西进行讨论的时候 不能一言而蔽之 但是同时呢我绝对不认为就是只要是外国婆婆都是好婆婆 因为我觉得不好相处的人全世界都是 这个不分例外 不分国籍 不分国家 就是你只要这个人不好相处 他就是不好相处 那我身边有很多就是说跟婆婆相处的非常不好的例子 我就给大家举两例 第一个呢是我的闺蜜 我的闺蜜她不是德国人 那她的先生是德国人 她的妈妈就是一个对外国人非常非常有偏见 然后思想非常古板 然后又老旧的这么一个德国老太太 所以自从就是从他们两个交往的那一瞬间开始 这个老太太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然后她一直就是在背后诋毁我的闺蜜 然后一直就是跟她的儿子说 这个女人就是看上你的钱 这个女人就是心力不好 你等着吧 你们如果以后如果结婚的话 一旦有了小孩 她会抱着小孩马上离开你 我也不懂她就是为什么这种脑回路 反正她就是在背后一直诋毁这个女生 她的老公呢也就是说 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也没有特别的理她妈妈说的话 然后会把她就是妈妈这些观点呀 最后再告诉我的闺蜜 就是说你不要搭理她小心点就行了 所以我闺蜜她也是其实是不太幸运的 遇到了这么一位婆婆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老公她自己的姥姥 她姥姥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意大利老人 她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 就是问了我一些让我觉得特别尴尬 就是关于中国的一些什么什么问题 但是她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她就是一个这辈子没有走出过德国的一个老太太 她这辈子只去过德国和意大利 别的所有的世界她都没有接触过 所以对于她来说那是陌生又好奇 对那么一件事 然后还带着一丝隐隐隐隐的不安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在去吃寿司 她就是坚决她就不懂怎么吃 最后她就只要了一碗大米饭 然后她跟我说我要一碗配米饭的酱料 我说我们吃米饭不配酱料 我们配菜 然后最后她还是强硬的要求人家 给她端了一碗什么千岛酱还是什么的 就是配着那个米饭吃 就是这么一位刻板固执老太太 然后呢我舅舅不是我舅舅 是我老公舅舅 她的妻子呢就是舅妈是一个伊拉克人 但是她从小是在德国出生长大的 她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我第一次见到她 我一直以为她是意大利人 就是直到我们结婚之后 我才知道她是就是伊拉克人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之间的由于宗教问题 姥姥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就特别特别的看不惯这个舅妈 因为舅妈就是她既然是来自伊拉克 他们就是库尔德人嘛 然后自然是不信奉天主教的 然后舅舅舅妈最后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也没有进行洗礼 也没有过一天主教 就是姥姥从这件事情上 就特别的讨厌舅妈 特别的恨舅妈 就是包括这二十年来 就一直唠唠叨叨不停的重复这件事情 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些非常的磕磕绊绊 虽然我跟这个姥姥之间没有什么事 因为我觉得是隔背亲的缘故 但是她绝对是一个不好相处的婆婆 就是这一通过 通过这两件事情 我只是想跟大家讲 就是婆婆这件事情 婆媳关系这件事情 不是说你只有在中国它才有的 你走出国门 它一样也是存在的 就是不好相处的人 真的哪里都是 但是呢 有一点我也必须要承认 就是我觉得 以我自身的经历 我没有办法说全世界 只是说在德国这边呢 它的婆媳关系 会比就是我们中国 稍微好相处一些 然后它这个 就是说 有婆媳问题的家庭 这种比例啊 会比就是我们中国少一些 你也在这边很少会看到 就是说专门把婆媳问题 就是拍摄成一个电视剧 或者拍摄成一个电影 或者说可能专门有这么一档综艺 或者是 节目 是讨论婆媳问题的 就是这边 非常非常少 这是 好像是 日本韩国什么的 我不知道啊 但是咱们中国有特别多这种 什么媳妇的美好时代啊 什么轴离关系 这种电视剧 在德国还是就是比较少的 然后第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就是 是因为彩礼问题 彩礼问题呢 我不说谁对谁错 我也不说这个问题该不该有 我觉得它既然存在 那就有一部分人 是觉得它是合理的 而且它这也是一个 就是传统嘛 你一时半会儿 是没办法给它改变的 但是这个彩礼问题呢 它就涉及到买车买房 它涉及到一定的金钱 那你既想从父母这边获得 就是车房 这种双双资源的支持 然后结婚后呢 又不想让父母插住你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的 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因为它一旦涉及到金钱 那么就是 就不仅仅是在 就是你的理念和道德层面说 请不要来干涉我的生活 就是这么简单了 然后很多人会说 那国外结婚的时候 也会送礼物啊 然后父母也会帮助买房 是的 就是在国外 他这个父母如果说 有财力 有这个能力的话 他也是会帮助你的 但是他这不是一个 就是强迫的社会现象 不是说我们像国内一样 财礼必须得有 他这个就是说 我这个家庭有能力 我就去帮 我没有家庭能力 我就不去帮 它是基于这种 就是一种自愿的考量 所以说呢 就是说 如果基于自愿 然后再这样去奉献的话 他就是对你的这个执念 去管控你的执念 会比我们国内 稍稍少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带孩子的问题 国外的老人呢 确实也会帮助带孩子 但是比我们国内 就是帮助带孩子 是少之又少 就是我看很多 就是女生发帖子啊 说不要听什么 什么那种 就是毒鸡汤 毒鸡汤就是说 老人帮你带孩子 就是是情分 不是义务 其实我个人是同意这句话的 但是由于我们国内 他这个 比如说产假的时间呢 以及这种双职工的 家庭环境啊 还有就是 等等吧 它是一个社会环境 所造就的 也不是说一时半会儿能改善 有的时候 让老人带孩子 确实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 但是在国外呢 就是老人帮你带孩子 但是这个比例 比国内少之又少 至少我的同事 或者是我的朋友们 都是自己带孩子的 就是没有什么老人帮忙的 可能就是说 在自己生孩子 就是生第二个宝宝的时候 然后会让老人过来 帮助看孩子 帮助看这个老大 看那么一两天 既然自己带孩子比较多 不涉及到老人带孩子的话 那么夫妻双方跟这个长辈 在教育问题上 他的这个矛盾又进一步减少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 在德国这边 和系关系 矛盾会比较少的一个原因 就是坐月子 其实国外呢 他们不是说 不会坐月子 这是一个产入期 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国内说 什么不能洗头 不能洗澡 不能吹风 或者说 一定要吃一些 汤汤水水的食物 尤其是你们知道 就德国这边 它属于就是美食沙漠 他们没有什么 就是美食 是一定要去给这个产妇去做的 所以说 大家也很少涉及到 就是妻子生了宝宝之后 一般都是丈夫来照顾 即使是婆婆来了 照顾几天 他们也不会照顾 那么整整一个月 然后他们对于饮食方面的 要求也比较少 也不会跟婆婆说 你要就是 又做肉 又做菜 营养均衡 然后每一餐都要有汤 这样帮助下奶 就是他们没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要求会比较少 那相反我们国内呢 就是因为 还有这个爷爷奶奶的概念 就是在德国这边 所有没有爷爷奶奶 姥姥姥这个概念 你就是全部的 爷爷姥姥 还有奶奶 全部都是欧玛 然后爷爷和老爷都是欧玛 就是他没有这么一个 称呼上的区分 然后再让我们在我们国内 就觉得说 既然是奶奶 这个孩子就是给你们奶奶家生的 那你们奶奶就必须得管 对吧 然后婆婆就必须要过来伺候月子 然后我看网上很多人就是说月子愁嘛 月子愁就是鸡一辈子 到这个一定得抱 就这个意思 但是这边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在德国这边呢 它其实这个整个国家是人界边际感比较强的一个国家 就是你各自家庭之间就不怎么会去互相打扰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而且德国这边它跟老人同住的情况会比较少 尤其是结婚后什么就是公公婆婆跟儿媳媳妇一起住的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少 除非是特殊情况就包括在我家 然后我老公的姥姥他也是自己一个人已经岁数很大了都70多了 他也是自己一个人住他有五个儿女但是他没有去跟他的儿子或者女儿一起住 因为他知道每个儿女他都有自己的家庭 就是不可能去让他住到自己的家庭里面去对吧 然后我老公的姥姥也是渐渐77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 然后他现在妻子是一个德国人 也就是他们两个他们没有去住在舅舅家或者是住在任何一个阿姨家 就是他们两个平常 然后周末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去拜访他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跟老人同住的这件事情呢 我就觉得是远相近臭是一个亘古无边的道理 就是你只要是互相接触的多你矛盾肯定就多 就比如你跟你的亲生的父母之间 你们也是不可能不拌嘴没有矛盾互相达到完全理解的 对吧 那你就更不能这样去想你的婆家人 所以说呢 结婚本来就是两个就是独立的个人 从各自的原生家庭剥离出来 然后结合在一起组成你们新的家庭 这才是结婚的意义 如果说就是男方强制女方 然后去融入她的家庭 这是融入 这个就不是两个人结成新的家庭 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女方融入到男生的家庭里面 去跟公共婆婆一起生活 那么势必就是觉得会尴尬不舒服 矛盾肯定是会有的 当然我不是批判就是 任何一方的生活方式 我只是就是单纯的探讨 就是不住在一起的 一定会比住在一起的矛盾要少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可能说 比如说欧洲社会 或者是就是美国社会 她这个婆媳关系会比中国少的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互相接触的 就是稍微会少一点 还有呢就是说 在德国这边 其实我觉得在美国 或者是在整个欧洲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它并不是非常的讲究辈分 你在结婚之后呢 你还是可以称呼你的公共婆婆 你可以称呼他们的名字 你不需要称呼他们爸爸与妈妈 就是跟我们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般在中国结婚之后 你是必须要称呼对方的父母为爸爸妈妈的 这是有一个孝敬 或者是有一个辈分的这么一个概念在 但是在这边呢 它这个观念就会比较弱 就会给你一种 其实大家都是平等人的办法 就是那么一种感觉吧 大家都是互相关系上是平等的 就没有说你在一个辈分上面 你一定会压过我 或者说是你说什么 我就必须听 如果你不说的 如果我不听的话 这就属于我不孝敬你 存在这种这种道德绑架 就是这边是没有的 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他们结婚之后 都是管先生的父母 就直呼其名 大家没有觉得有什么 不合理的事情存在 所以说可能也是正是因为这样一个 就是比较平等的环境 然后大家没有用辈分去压过别人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矛盾比较少的一个原因 还是回到我最开始那句话 就是糟糕的婆婆哪里都有 不分国籍不分世界 她这个人只要是难相处 性格方面有缺陷或者是不懂人际边界 一定要破坏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再或者是她对她的儿子有一种更依赖的程度 这种是没办法用国籍以及文化去解释的 那如果你遇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婆婆 那就只能是第一通过跟你老公的交流 然后让她去尽量跟婆婆沟通 如果不能的话 就是那就尽量少接触 就没有太大别的办法了 我发这个视频的本意呢 并不是是想说 外国婆婆有多好 外国的文化有多么的好 然后怎么怎么样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每个国家 它的文化既然它存在了 那么它就是有各自的意义在的 只能是说去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经历 或者是别的国家的文化 去学会一些 我们可以说是更多的互相沟通 然后更多的尊重对方的隐私 更多的去保留我们之间的这个人际边界 然后更多的去加强 就是各自我们这个家庭的独立感 然后通过这一些呢 去增加我们的幸福感 然后改善婆媳关系 其实婆媳关系它真的是一个 更古不变的一个难题 虽然说肯定不是说 有多么的简单 但是我只是想通过这个视频告诉大家 就是不一定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婆媳关系是全世界都存在的 这是我2021年的第一个视频 也是想跟大家说一声迟到的新年快乐 希望我们在今年都越来越好 也希望你们都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对我的视频有一些意见的话 也希望大家跟我提出来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